我死之后,经常回家看看,妻子林语焉似事,感应到了,她害怕极了,儿子小涛说,妈妈,别怕,是爸爸回来了。 妻子说,你爸爸已经死了那么长的时间,他怎么可能会回来呢? 你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儿子很肯定地说,爸爸真的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他还给了我许多好吃的,跟我讲故事了呢。 怕妻子不相信,儿子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些糖果,妻子一看,正是我生前最爱给儿子买的那种糖果,脸色一下就变得铁青。 因为,我是在被他和楼上的老张害死后,他们用一个麻袋装好,塞进汽车后备箱里,扔进了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山谷里的妻子之道。 即使我没有被他们害死,也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甚至被山里野兽吃得连渣都不剩,怎么还可能活着回家呢? 如果我没有回来的话,那儿子手里的糖果又是谁给的呢? 难道是我的魂魄回来了,准备找他索命? 几个月前,北方地区经历了一场7.6级的强烈地震,震中灾民的房屋大面积倒塌,数以万计的灾民被埋在了废墟之中。 我作为医院,是一名外科医生,随着救援队的成员一起来到了灾区,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时间,环境和救援条件,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我们面前,特别是看着灾民们一张张无助的面孔,一双双绝望的眼神,我的心都在滴血,我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 心里像堵着一块大石头似的,感到相当沉重,特别难受,救援工作结束后,单位给我们放了一个星期的假,我非常想念我30岁的漂亮妻子林语嫣和刚满两岁的儿子小涛。 还没来得及参加单位领导组织的欢迎会,接受领导的表彰和嘉奖,就马不停歇地驱车往家里担。 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们母子二人了,当我驱车进了我们家所居住的小区,一股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我将车停稳,走出车库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了,望着我家的窗户。 一股熟悉的暖流涌上心头,那是我与妻子和儿子的爱潮,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乐园,一想起温柔贤惠的妻子,调皮可爱儿子,我的心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回到了我那个无比温暖的家。 然而,就在我收回目光的那一瞬间,恍惚看到我妻子和一个男人的身影,在我们家的阳台上闪了一下,那个男人是谁? 难道,我皱眉一正,名神细看,却发现空荡荡的阳台上,除了晾着几件洗好的衣服外,什么也没有,我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自我安慰到,估计是我这段时间在灾区的救援工作太累,精神压力太大了,一时间产生了幻觉需要回家好好调理一下。 于是,我三步并坐两步地往家里赶,当我乘坐电梯上楼,来到十楼的家门口。 拥药室打开房门的时候,妻子正若无其事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一见到我,林语嫣就叫声问,老公,你回来了?怎么回家也不给我提前打一个电话? 她身穿一件粉红色的睡衣,一头乌黑油亮的绣发,梳了一个简朴的发际,高高盘在了头上,清爽之余,又散发几分英气,还真是一个秀外会中的美人,这还不是想给你和孩子一个惊喜吗?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问,小涛呢?小涛去哪里了? 妻子朝卧室里努努嘴,说道,他还在房间里睡觉呢。 这时候,卧室的房门吱哑一声,被人从离开拉开,爸爸,爸爸。 一见到我,儿子那张小脸开心得像花一样绽放着,大叫着张开双臂朝我扑了上来,小涛想爸爸没有。 我摸了摸他娇嫩的小脑袋,一下子把他举起来,扛在肩头上,让他骑大马,驾驾驾,小涛兴奋地尖叫着,这是儿子最爱玩的游戏了,妻子带着一副责备的口吻,说道,小涛,你爸爸刚回来,太累了,你别缠着他,让他休息一下。 我将儿子放下来,抱进怀里。 走到沙发前,坐到妻子身边,说道,老婆,我不累,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才累呢。 嘴上虽然这么说,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刚才在楼下,抬头看见我们家阳台上那个一闪即逝的画面, 呵呵,林雨嫣玩耳一笑,有些心疼地说,看你都瘦了一大圈,快去洗个澡,睡一会儿,我去给你做板栗顿鸡,让你好好补一补。 谢谢老婆。 我道谢一声,林雨嫣将小涛从我怀里接了过去,朝我眨了下眼睛,说道, 全身臭哄哄的,快去洗个澡吧。 我晦意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哼着小区走进卧室,拿着自己的换洗衣服走进了卫生间, 我往浴缸里放满了热水,然后躺在浴缸里泡澡,我困乏极了,感觉全身软绵绵的, 没有一丝力气,灾区里那些杂乱的思绪和凄惨的画面在脑海里不停闪现着, 不知不觉中,我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林雨嫣推开浴室的房门,捏手捏脚地走到浴缸前,伸出手, 轻轻地推了一下我的肩膀,娇称道,老公,你又在浴缸里睡觉,快起来吧,去床上睡。 说完,她转身走出卫生间,我满足地在水中伸了个懒腰, 卯足力气从浴缸里站起来,扯了一块浴巾擦干身子,穿好衣服。 当我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林雨嫣已经将晚饭做好,摆上餐桌,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起了晚餐,喝着妻子为我炖的鸡汤, 我感觉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吃过晚饭。 妻子坐在儿子那张小床边,给她讲故事, 我则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坐在床上整理救援时的记录, 想起那些死去的灾民,我感到无比忧伤, 没多长时间,儿子就睡着了。 妻子坐到我身边,问,老公,你忙完了吗? 嗯,忙完了。 我一边说,一边收起笔记本电脑,走到床上躺了下来, 西梦斯的床垫好像出问题了,总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走之前,这张床还没有这样的状况, 怎么才一个月多月的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难道,我不敢继续往下想,脑子里再次出现了阳台上那个一闪即逝的人影, 林雨嫣见我表现得有点心不在焉,便向我询问道, 老公,你这是怎么了? 估计是太累了,快睡吧。 我留给她一个后背,然后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只好打开闭灯, 欣赏起了林雨嫣迷人的睡姿,她睡得很沉, 能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 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散乱的长发归拢起来, 瘫在枕头边,生怕一不小心打扰到她好梦。 忽然,我发现在她肩甲和脖梗交接的部位, 有一块深红的痕迹,如果不仔细,几乎看不出来, 我好奇地凑近了看,那是一片吻痕, 林雨嫣的皮肤既白又细腻娇嫩, 只要是在吻她的时候,稍微用力, 就会留下十分清晰的痕迹,很长时间都不会消失。 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因为席梦斯滋滋作响的原因, 我根本没有吻过她,这印记根本不是我落下的, 既然不是我,那又是谁呢? 我在她全身寻找着,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两处, 我的心顿时就是一尘。 这时候,儿子在小床上翻了个身, 嘴里梦溢出几句模糊不清的话, 细嫩的小腿伸出来,敲到了小床的护栏上面, 看着她小巧可爱的脸蛋, 我的笑意又不由自主地涌现在脸上, 我心里清楚,小家伙顽皮又好动, 照看她可是一件非常费神的事情。 这才打消了对妻子的猜忌, 强迫自己不再去想留在她身上那几个印记的事情, 于是我翻身起床,钻进厨房里做起了早餐, 林雨嫣醒来穿衣起床之后,走出卧室, 见我已经把早餐做好,摆上桌子了, 自然是满心欢喜,吃过早饭之后, 我们一家人去游乐园,动物园和逛街, 就这样,我们整整玩了一天, 直到晚上六点,我才去车回家, 你先带着小涛上楼吧,我去停车。 到了小区门口,我对妻子叮嘱一句后, 就将车开进车库, 当我停好车,走回楼下电梯入口的时候, 却发现林雨嫣还没有进电梯, 而是抱着儿子,在跟一个光头男人聊天, 这个男人姓张,住在十五楼,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 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长得身高体胖,肥头大耳的, 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衫, 刘医生,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看着我走过来, 光头男率先跟我打招呼, 昨天,出于礼貌, 我回应一声,就走过去, 从林雨嫣怀里抱过了小涛, 这时,电梯也正好下来, 大家一起进了电梯, 我抱着小涛站在电梯门口的位置, 林雨嫣在我身后, 光头男则站在我旁边。 凑过了头逗小涛说话, 很快,十楼到了, 我弯腰把小涛放了下来, 准备涛钥匙开门, 然而,就在我刚弯下腰的那一瞬间, 一下便看到光头男的手, 飞快地从林雨嫣身上收了回去, 我转过头, 狐疑地看了林雨嫣一眼, 却发现她的脸有些红彤彤的, 眼里有种掩饰不住的慌乱, 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就抢不去拉了小涛的手出了电梯, 猛然间, 我的脑袋如敲了一劲闷雷, 一下就猛圈了, 走出电梯, 我回头看了看, 在电梯的门合拢那一瞬间, 我从门缝里看见光头男表现出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一下就判断出, 妻子一定是跟这个男人之间有着什么猫腻, 我走到家门口之后, 用钥匙打开房门进屋, 林语烟子也抱着儿子从外面走进来, 我黑着脸问, 刚才, 楼上那个姓张的男人在电梯里对你做了些什么? 林语烟先是一愣, 然后故作镇定地问, 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 她能对我做什么? 我质问道, 那我怎么看见她的手从你的身上抽回来? 林语烟矢口否认道,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是我看花眼了? 我有些不确定地问。 脑子里回放着电梯里的那个瞬间, 可能真的是我看错了, 姓张那个男人的手也许碰巧只是在妻子的身后经过而已, 神经病。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就抱着儿子进屋了, 我一脸猛逼地跌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我相信林语烟, 相信她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 可是, 如果是光头男真的做得过分了, 以她的性格多半会跟那家伙急眼, 但她没有, 而是表现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对她太了解了, 她根本不会骗人, 刚才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就可以断定。 她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过, 林语烟是我的妻子, 我非常爱她, 她应该完全属于我一个人, 我不能容忍任何人费理她, 哪怕是觊觎她也不行, 更不允许她对其他男人有任何想法, 努力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之后, 我回到了卧室, 却发现林语烟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儿子也熟睡在了她那张小床上, 看样子, 逛了一天街, 走了那么多的路, 她们真的是累了, 我站在床前欣赏了一下她和儿子的睡姿, 便将目光移到了挂在墙上那幅巨大的婚纱照上。 照片上的林语烟, 身穿一套白色的婚纱, 犹如天使般的依偎在我的怀里, 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笑得非常灿烂。 曾经婚礼上, 主持人向我们询问道, 无论富贵贫穷, 无论健康疾病, 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 在对方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不离不弃, 终身不离开, 直到永远吗? 我们同时回答说, 能? 是的, 我们都彼此深爱着对方, 在我们婚后这五年多的日子里, 我们都一直是这么想, 这么做的, 特别是儿子出生后, 我们更加恩爱, 可是, 为什么在我离开家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她就跟十五楼那个光头男的关系不清不楚了呢? 然而, 这些只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面前, 我还不敢完全确定, 他们之间是不是已经有了关系, 晚上,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林语焉则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睡得很死, 想起她身上的印记, 这张被坏了的席梦思床, 以及电梯里发生的事情, 我就感到一阵心痛和心酸, 终于, 我熬不过睡意, 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 儿子将我叫醒, 爸爸, 快起床, 太阳都晒屁股了, 我睁开眼睛, 发现天光已经大亮, 我对站在床边的儿子询问道, 小涛, 你妈妈呢? 小涛回答说, 我妈妈去买菜了, 我穿椅起床, 前去卫生间里洗漱一番之后, 简单吃了一点东西, 随后, 我坐在卧室的写字台前, 打开笔记本电脑, 开始整理起了地震灾区的文件, 准备写一篇报道, 发布到网上, 小涛则坐在我和妻子的那张大床上, 把一堆玩具摆得满地都是, 大概是因为玩累了, 或者觉得无聊, 他就跑到我身边捣乱, 我合上笔记本电脑, 抱着儿子去了阳台, 从十楼的阳台看下去, 小区里的绿化带, 草坪, 假山, 喷泉和游乐设施等, 一个个尽收眼底, 我的心情跟着这些美景逐渐好了起来, 便用手指着一个个的设施, 耐心地向儿子介绍起来, 小家伙懵懵懂懂地听着, 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妈妈, 妈妈回来了, 我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望去, 果然看见了林雨嫣, 正在小区道路上行走, 她的身后却跟着楼上 那个姓张的光头男人,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那天在电梯里的情景, 又一次在脑海里浮现, 于是儿子询问道, 小涛, 那个光头叔叔 是不是经常跟你妈妈在一起啊? 是的, 小男孩点头说, 你不在家的时候, 妈妈还领着张叔叔来家里吃饭, 跟我们一起玩呢? 还真是被我猜对了, 林雨嫣还真的跟那个男人有关系, 我的心一下就沉入了谷底, 带着一副责备的口吻说, 这件事你怎么不早点跟爸爸说呢? 妈妈不让我说, 小男孩回答说, 爸爸, 你千万别跟妈妈说, 这件事是我告诉你的呀。 我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 说, 放心吧,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我是不会告诉你妈妈的。 小男孩在得到我的承诺后, 高兴地从我的怀里下来, 跑进客厅里, 准备迎接他的母亲回家, 没多长时间。 林雨嫣就用钥匙打开客厅的房门, 拎着几个装有蔬菜和肉类的塑料袋回家了。 妈妈, 妈妈, 儿子叫喊着朝他扑了上去, 小涛, 你看妈妈给你买什么回来了? 林雨嫣一边说, 一边将一盒儿子最喜欢吃的糖果交到他手里, 小涛拿起糖果,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林雨嫣见我一言不发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便对我说道, 老公, 我把菜买回来了, 你拿去厨房吧, 热死我了, 我先去洗个澡。 嗯, 好的。 我站起身, 不露声色地接过他手里的塑料袋。 朝厨房里走去, 林雨嫣则急匆匆地走进卧室, 拿着自己的换洗衣服走进了卫生间, 紧接着, 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就从卫生间里传了出来, 林雨嫣洗完澡之后就来到了厨房, 她见我在厨房里忙碌着, 便对我说道, 老公, 做饭的事情还是让我来吧。 我从厨房里出来之后, 鬼使神拆地去了卫生间, 卫生间里湿漉漉的, 阴晕的水雾还没散去, 洗手台下面的盆里散乱地放着他换洗下来的衣服, 他不是去买菜吗? 难道, 我不敢多想, 脑子里闪现出他刚才跟楼上那个光头男同时出现在小区里的画面。 我本想发作, 但没有掌握他们在一起的证据, 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我不想当着儿子的面跟他发生争吵, 便决定等儿子熟睡之后, 再找他好好谈谈。 当我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小涛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便将他抱进了卧室里那张小床上躺下来, 接着我回到客厅, 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继续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不一会功夫, 林雨嫣就将他做好的几个拿手菜和一碗鱼头汤, 从厨房里端出来摆上餐桌, 然后冲我大声喊道,"老公,开饭了,小涛呢?" 我回答说,"我把他抱进卧室里睡觉去了, 我现在就去叫醒他。 林雨嫣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说,"既然他睡了,就让他多睡一会吧, 我们俩先吃,等他睡醒了再吃。 也行,我没有往其他地方想, 走到餐桌旁, 一屁股坐到餐凳上, 看着桌上那些热气腾腾的菜肴, 称赞道,"老婆,你真能干, 一下就做了这么多菜,辛苦了。 林雨嫣冲我玩耳一笑, 拿起筷子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菜, 说道,"你上班才辛苦呢, 来,多吃点菜。 你怎么不吃?" 我奇怪地问,"我, 我,我在吃。 林雨嫣将一块菜放进嘴里, 细嚼慢咽起来, 然后端起一只空碗, 拿起一把汤勺, 盛一碗鱼头汤递给我, 说道,"老公, 你尝一尝, 我今天中午特意给你做的鱼头汤怎么样?" 我, 我本想跟他摊牌, 但看他一副温柔贤惠的样子, 也就将自己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别我啊我的了。 林雨嫣媚笑着说,"趁热喝吧, 如果汤凉了, 就会有腥味, 不好喝了,"林雨嫣脸上的笑容, 温柔体贴。 像是世间最完美的爱人, 望着林雨嫣那双充满爱意的眼神, 我甚是感激, 断起那碗汤, 一口气将里面的鱼头汤喝下肚, 怎么样? 好喝吗? 林雨嫣揉声问,"不错, 我夸奖林雨嫣一句, 突然就觉得自己的脑袋晕沉沉的, 身体有些发软, 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用微弱的声音问,"你,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了? 当然是鱼头汤哦。 林雨嫣一脸笑意地说," 她的面孔变得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扭曲。 你, 我用手指着她, 精神开始有些恍惚。 眼皮也越来越沉, 根本就抬不起来, 终于扑通。 一声, 一头砸到在了餐桌上, 完全失去了直觉,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只觉眼前一片漆黑, 不是因为天黑了的原因, 而是我的眼睛被人用不蒙住了, 嘴巴也被人用胶布粘上了, 只能用鼻子急促地呼吸, 感觉有些缺氧, 我本能地想用双手来解开嘴上的胶布, 却发现自己像粽子那样, 被人用绳子捆绑地严严实实地, 我不是在家吗? 怎么被人蒙住了眼睛? 我现在在哪里? 无边的黑暗, 使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是谁干的? 他们想干什么? 难道是林雨嫣? 想起自己喝完林雨嫣给我那碗鱼头汤后, 就变得人是不省时的场景, 我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我感觉身子有些晃动, 耳边听见了汽车的声音, 我好像是被人装进麻袋后, 塞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由于眼前一片漆黑, 我无从分辨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自己又要被运送到哪里去。 我越发地忐忑不安, 时间过得很漫长,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 我听到汽车后备箱打开的声音, 然后罩住我的麻袋, 就被两双有力的手抬了起来。 再扔在地上, 紧接着麻袋被解开, 蒙在眼睛上的布也被拿掉了, 杂缝光亮, 眼睛被刺得很痛, 我连忙闭上眼睛, 稍视一会, 再睁开, 如是几次, 才可以看清眼前的景色, 我置身于一个悬崖上, 林语嫣和光头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惊声问, 你, 你们要干什么? 林语嫣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是来送你一程的呀。 我历声问,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林语嫣恬不知耻地说, 因为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跟张哥在一起, 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怒声骂道, 林语嫣, 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却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你们这对狗男女将不得好死, 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雨嫣, 别跟她废话, 还是赶紧让她上路吧。 光头男一边说, 一边抓起捆绑在我身上的绳子, 将我从地上提起来, 一把将我扔进了山崖, 我像是一块大石头那样, 不停地往下坠, 继续往下坠, 耳边风声鹤唳, 我感到了死亡的气息, 这种气息离我越来越近, 救命, 救命啊, 我大声叫喊起来。 尽管我这种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响彻整个山谷,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只好闭上了眼睛, 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了, 我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有知觉呢? 我醒来的时候, 感到脑袋像牵一样沉重, 努力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山洞里, 我努力活动了一下四肢, 却发现捆绑着我的绳子, 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解开了, 没有了任何束缚, 一个白发淫虚的老者, 盘坐在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 率先向我打招呼, 小伙子, 你醒了? 我急忙从地上坐起来, 向老者询问道, 大爷,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活着? 你从悬崖上摔下来的时候, 的确是死了, 是我往你体内输入了大量的真气, 你才勉强醒过来的, 老者看了我一眼, 问, 对了,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为什么会被人捆绑起来, 从悬崖上摔下来呢? 我将自己的经过向老者叙述了一遍, 老者听了, 不无感慨地说, 还真是罪毒不过妇人心啊, 你想不想报仇啊? 我咬牙切齿地说, 我当然想报仇, 可我现在被摔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去找那对狗男女报仇呢? 老者上吓打亮了我一眼, 自信满满地说道, 放心吧,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徒弟, 没什么仇是报不了的, 我急忙跪在地上, 就像是从电视和短视频里看见的那样, 向他行拜师礼, 师父在上, 受徒一拜。 好徒弟, 快起来。 老者上前将我从地上扶起来, 就这样, 我向老者拜师学义, 由于我天资聪慧, 加上报仇心切,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师父就将他毕生所掌握的轻功, 搏击和顿身术等传授给了我, 拥有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这天晚上, 我向师父告辞后, 用他传授给我的绝技, 从万丈高的悬崖下爬上山, 再钻进了一辆大货车的车厢里, 然后搭车进城。 进城后, 我在一家超市里, 给儿子买了一些他最喜欢吃的糖果之后, 趁着夜色的掩护, 进入我们所居住那个小区, 来到我家楼下。 当我攀爬到了我家位于十楼的阳台上, 偷偷潜入我的家中, 骇然发现挂在墙上那幅巨大的婚纱罩上, 被换成了我的遗像, 我找遍了整个房间, 都没有看见林雨嫣的身影, 进卧室时, 却发现儿子小涛熟睡在他那张小床上睡着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儿子, 我激动坏了, 便用手去抚摸他的小脸蛋, 小涛被我弄醒之后, 先是用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当他认清是我的时候, 忍不住大声叫喊起来, 爸爸, 爸爸,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果, 浇到了儿子手里, 问, 小涛, 这段时间想爸爸没有? 想, 儿子一边吃, 一边点头说, 你怎么一个人在家, 你妈妈呢? 不知道妈妈去哪了? 我继续向他询问道, 楼上那个光头叔叔来我们家了吗? 小涛如实回答说, 你不在家的时候, 那个叔叔经常来我们家找妈妈, 今天晚上, 他还在我们家吃饭呢。 这时候, 客厅的房门被人用钥匙打开, 紧接着, 一阵脚步声从客厅里传来, 我急忙使用顿身术, 我的身子一下就在房间里消失了, 林语嫣推开卧室的房门后, 见儿子一个人站在卧室里吃糖果, 急忙进来问, 小涛, 你怎么还没有睡? 你在吃什么? 小涛回答说, 我爸爸回来了, 我在吃他给我买的糖果。 林语嫣惊声问, 啊, 你爸爸不是死了吗? 他怎么可能回来? 我爸爸没有死, 他还活着, 小涛将手里的糖果递到林语嫣跟前, 说道, 你看, 这就是他给我买的糖果。 林语嫣借过糖果一看, 顿时就下的毛骨悚然, 可不是吗? 这正是我生前最爱给儿子买的那种糖果。 林语嫣警惕地查看了一下四周, 再走出主卧室, 在外面的客厅, 自卧室, 厨房和卫生间里都找遍了, 始终没有发现我的影子。 于是, 他壮着胆子回到主卧室, 向儿子询问道, 你爸爸在哪里? 小涛摇头说, 我爸爸刚才还在这里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林语嫣听了, 浑身顿时就起了鸡皮疙瘩, 全身直打哆嗦, 说, 小涛, 他不是你爸爸, 他是鬼, 赶紧把糖果扔了。 顿身后的我, 站在窗台边, 静静地看着妻子的表情, 当我看见他一副惊恐万分的样子, 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心里滋生出了一种抱负后的快感。 然而, 他越是这样, 我越是高兴, 因为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林语嫣误以为儿子是发高烧, 产生了幻觉, 便将手往他的额头上一探, 却发现他的体温正常, 根本不像是在发高烧说胡话的样子。 可是, 小涛手里的糖果的确是我曾经最喜欢买回来给儿子吃的, 难道他真的还活着? 想起几个月前, 他让我喝下那碗投放了特效药的鱼头汤之后, 将我迷晕后, 与光头男一起将我装进一个麻袋, 扔到郊外那座悬崖里时的情景, 心里是一阵惶恐, 失业, 卷缩在被窝里, 始终难以入睡, 生怕我来找他索命, 当他感到特别困乏, 刚闭上眼睛, 准备睡觉的时候, 身子被人推了一下, 睁开眼睛时, 却发现床边站着一个人影, 急忙打开灯, 却发现那个人影不见了。 顿时吓得毛发直立, 这时候, 他的手机叽叽地响了两声, 翻开手机一看, 是楼上那个姓张的光头男发来的一条微信, 我在小区旁边那个公园里等你, 速来。 林语嫣回信息说, 我们不是刚分手吗? 怎么又想见我了? 对方回信息说, 我想你了, 快来吧。 林语嫣发了一个害羞的表情, 馋猫, 你在公园里等我, 我马上就去。 林语嫣不敢多想, 急忙穿衣起床, 见儿子熟睡在他那张小床上, 便捏手捏脚地离开家门。 乘坐电梯下楼, 然而, 当他刚走到公园门口时, 一下就看见我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顿时吓得惊叫出声, 啊, 我用低沉的声音喊道, 还我命来, 还我的命, 林语嫣害怕极了, 撒腿就往公园里跑, 因为他知道, 光头男在微信里说好了, 在公园里等他。 林语嫣在黑漆漆的公园里奔跑着, 急促地喘息着, 高跟鞋与地板敲击摩擦, 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身子失去了平衡, 他啊呀地大声尖叫起来, 跌倒在地, 他惊恐无比, 急急忙忙地想爬起来, 但脚底却踏了个空, 每两步又跌倒回地面, 在本能的驱使下, 林语嫣胡乱地朝空挥动双手, 想在黑暗中摸索, 一个能让他爬起身的支撑物, 然而, 他伸手一探, 却抓到一个不知名的东西, 顺势攀起郊躯, 借力站起身来, 借着不远处的路灯, 投射过来, 一丝微弱的光亮。 林语嫣仔细往面前望去, 骇然发现, 让他攀附起身的东西, 竟然是一具被悬吊在一棵大树上的男尸, 是他。 死者的脸孔是如此的熟悉, 七孔躺着暗红血迹的争灵模样, 却又让林语嫣感到如此的陌生, 死者僵硬的身体, 布满了不成人样的伤口, 那双歇淋淋的手臂重重地垂放在旁边, 显得异常的恐怖, 林语嫣刚才还与眼前这个姓张的光头男人在一起, 没想到会死得这样悲惨, 他这才明白, 一定是我将光头男杀死后, 用他的手机给自己发微信。 把自己骗到这里来的, 林语嫣吓得连忙抛开抓在手里, 冰冰冷冷的大腿, 美丽的双眼瞳孔放大, 再也忍受不住的放声尖叫。 在林语嫣停顿的同时, 在他身后追赶的, 我好像是赶上来了, 滴答滴答的脚步声忽然消失, 当林语嫣回过神来, 转头一看, 娇美的容颜不禁绝望地扭曲着, 我已经追到他了, 那双冰冷的, 不带任何感情的眼睛, 我的手搭在林语嫣的肩头上, 稍稍湿裂, 林语嫣柔弱的身子被我压倒, 重回冰冷的地板上, 我怒不可遏地骂道, 你这个蛇蜥心肠的女人, 去死吧。 不, 不要, 不要啊, 林语嫣又惊又惧地惨叫着, 无力地做出的抵抗, 当他为一张泪眼汪汪的双眼看向我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一道细微的光芒, 而我双眼正冷酷地盯着他, 我的手中也多了一把锐利的手术刀, 瞄准林语嫣的喉咙, 他的唇角轻轻地抽动着, 脸上露出了一丝解脱的微笑, 鲜血喷洒, 染红了黑暗的世界, 也染红了他视线里的一切。